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阳市第二轮的全员核酸检测 今天晚上就要结束了 这一轮的核酸检测要求是不折不扣 要做到应检尽检 如果应检未检 将对未检人员健康码赴黄码来管理 对应检未检造成疫情传播的 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沈阳市全力抓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严格落实关闭农村大吉等等措施 提倡喜事缓办 丧事减办 宴会不办 管住村守住门看好人 要求村的网格员加强巡回检查 挨家挨户全面摸牌登记 必须做到到人到家必敲门 动态精准地掌握返村人员流入流出的情况 在出行方面 从下周一开始 沈阳市临时调整途经大东区公交线路运营组织 途经大东区且大东区内站位较少的36条线路实施甩站运营 大东区内公交站位不再停靠 途经大东且大东区内站位较多的38条线路实施区间运行 途经大东区且绝大部分站位处于大东区内的17条线路临时停运 地铁方面 也是明天开始 沈阳地铁1号线调整为13号接站至中接站小交路运营 东中接站 庞江接站 黎明广场站 关站 10号线合作接站 东北大马路站 庞江接站 长安路站 万联站是关站 列车通过不停车 另外从昨天开始 辽宁成绩客运有限公司神府线路运营的雷锋号大巴车 商务车全部停运 线路恢复的时间将另行通知 在辽宁加大疫情防空力度的同时 居民伙伴日常生活物资的供给保障也是相当关键的 百姓的菜篮子 米袋子更是牵动人心 目前沈阳市 华润万家 加勒福 大润发 永辉 沃尔玛 中兴 比优特 富时 大商超市等九大商超 五十四个门店 地利 新龙家 刘全 仙机会 万家兴等等 五家连锁生鲜超市的一百零八家门店 现有粮 油 肉 蛋 奶 菜 水果等库存约七千吨 货源准备充足 沈阳市是全省最大的菜篮子产品生产基地 蔬菜 畜秦 淡水 鱼的产量一直是位居全省首位 目前生产稳定 供给充足 不但可以完全满足省城百姓需求 还可以大量外销 所以伙伴们大可放心 目前全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都采取了积极行动 全力稳定市场秩序 为了加强价格跟踪 省市场监管局开发并投入使用 辽宁省重点商品价格跟踪和预警系统 每天对全省主要农副产品 蔬菜和防疫物资价格进行跟踪监测 大连市市场监管局每天出动执法人员380多人次 检查商超 农贸市场 生鲜超市 药房等相关经营单位580多家 监督指导经营 依法经营 严格执行价格法的相关规定 营口市市场监管局组成3个检查组 到各大农贸市场 大型商超 店进行监督检查 以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9份 当场处罚2件 立案查处1件 再来关注大连市的疫情 昨天14时至24时 大连市新增4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和45例无症状感染者 都是在管控状态中发现 全部人员随即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大连市定于今天早上6点到24点 对大连全市范围内 不含长海线 常驻人口 赞驻人口和流动人口 开展第二轮的全员核酸采样工作 为了抗击疫情 这个双休日 沈阳的公交地铁暂停运行 沈阳一下就静下来了 伙伴们在这个双休日又是怎么度过的呢 地铁站前不见了往日的川流不息 公交车站也不见了平时的人来人往 这个周末 沈阳的马路上 外出的人和车都少了很多 出行肯定有影响的 那你看 毕竟有车跌 也少 很多人也有没有的 对不对 你出行你不能靠走啊 那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 肯定是有影响 举个例子 周末原来有啥计划 比如说周末肯定是要去郊外 带孩子去玩啊 对吧 去郊外去逛一逛 跑一跑公园啥的 但现在都不能去了 基本上都在家里 除了公共交通工具停运外 为了减少聚集 沈阳的商场也全都关了门 这个周末 大多数伙伴都只能宅在家里 躲避疫情 吃喝 肯定不方便了 白天 原来有什么计划吗 周末出行啥的 那可以出去溜的 逛逛 现在就是 就得在家待了 哪儿去不了了 就买吃的呗 那就这样的话 平时下楼吗 平时 平时不下楼 就在家里待着 在家待着呗 也不能要哪儿去呗 对不对 为了自己和家人 哪儿也不能去呗 对你正常的生活啥的 有什么改变和影响呢 倒是有点吧 但是疫情嘛 对吧 可以理解 大伙说 这个周末虽然告别了出行和娱乐 但为了抗疫 伙伴们都特别理解 防疫部门的举措 配合防疫嘛 对吧 这不是每个公民应该就在义务嘛 都能理解 都能理解 为了防疫 对 为了防疫 为了大伙的 必须得理解啊 那疫情是大于一切压倒一切 所以说我们作为市民来讲 必须要遵守政府对疫情管控的这个方面的政策 对 总的来说 大多数伙伴今天出门只为两件事 买菜和做核酸检测 下楼就是来检测或者买生活BPP 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农贸市场买点吃的 也就这些 今天不是核酸检测不出门了 对 最多就在小区楼下 跑一跑啊 锻炼锻炼锻炼 那就是在家呆好的呀 然后不能出去乱溜的各方面的 自己得注意一下防疫 就是注意一下情况嘛 暂时的静下来啊 是为了更长远的好 每一个小我的力量都弥足珍贵 每一个沈城人付出的努力 都将凝聚起强大的抗疫合力 疫情终将会过去 沈城春暖花开 都这个时间段了啊 沈阳的伙伴大多数都已经完成 第二轮的全民核酸了吧 还有没有的 那是不是已经在排队了 估计也是要去排队了啊 抓紧时间啊 刚才也说了 这一轮不参与检测 健康码就变黄了 所以说呢 为了保住绿码 也为了咱们自己的健康 更是为一种社会责任 伙伴们一定应减尽减 还是那句话啊 人多的时候别抱怨 毕竟我们只需要站着 看着这个忙碌的工作人员 他们这几天啊 你这累的啥样啊 更何况这些伙伴 可能原本不需要承受 这么多的工作 那疫情当前 很多伙伴都已经干上了自己的 本职工作以外的活 上海交通大学 米航校区 校园封闭管理啊 这个都不算啊 由于疫情 学生必须足不出宿舍 它是封闭管理嘛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保证学生们的吃喝啊 光靠食堂的工作人员 连炒菜再送饭 他忙不过来啊 那咋办呢 平时站上三尺讲台 疫情期间就变身大白 老师们穿上这个防护服 自发在校园里开私家车去送餐去 不管老师们你是硕士 博士还是院士 这个时候身份同意了 他们在校园里组成了最强外卖天团 保证学生们准时准点开饭呢 以前咱们总看那个小蓝车 小黄车是吧 你好美团外卖 你好饿了吗起手 这回不一样了 请示同学一开门 你好院士外卖 送啥都快 来我顺便检查检查你作业 这个是我想象出来的场景啊 不光送外卖 吃外卖 他们顺便啊 还展现了一下理论联系实际这个能力 据说是研究出了最优化的汽车后备箱 放置方式和送餐路线 能最大化的利用后备箱 走最短的路程 送最多的盒饭 你看看 你要不说知识不白学呢 有文化 啥都不可怕 不光老师们付出了啊 不说那么远的地方 就说吉林这次疫情 一下增加这个任务量啊 呼一下上了 人手不够啊 17号凌晨2点钟 吉林辽园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专业 大二学生接到通知 急需要500名志愿者 支援全省做核酸检测去 辅导员江老师 刚接到任务的时候啊 有点担心 你说 怕找不够这500 500人数不少啊 人上100行行甩甩 对吧 500 结果呢 尽管是凌晨2点 江老师把这个消息 往各个班级群里 就那么一发 一下炸出了 不老少熬夜夜猫子 没睡觉了 大有人在啊 而且他们还都是 非常积极的对待 不到两分钟啊 后半人两点 不到两分钟 就有21个人报名 有学生说 说我去 我当过兵啊 国家需要我 我就得上啊 我宣誓过啊 还有的学生说 说我家乡出现疫情 我愿意出自己的一份力 我自愿 职守最危险的岗位 有危险 我先上 有困难 我来扛 到早上5点钟 不说500个名人吗 抢空了 从学生们报名的 踊跃程度来看 500个名人 好像都有点少 早上6点多 这些报上名的学生 就进行了统一安全培训 第二天 他们就出现在了一线 参与核酸检测的工作 咱们借着这个事啊 我在这插播一条招募信息啊 昨天共情团沈阳市委员会 沈阳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发出沈阳市疫情防 防控青年志愿者招募令 决定面向全市青年招募疫情防控志愿者 一期招募时间截止是3月25号 要求年龄18到45周岁 男女不限 身体健康 必须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就是打完三针啊 近14天内 无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病例接触史 无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室等等吧 有想要报名的伙伴啊 到网上你就搜一下 招募的信息就沈阳的志愿者招募信息 当然了疫情下的这个温暖 从来都是双向的 有人逆风前行 保一方平安 就有人默默回应 保证他们的午餐 江苏连云港的江伙伴 6号开始就和亲友一起 就一直包饺子 每天得包个70多份啊 你说又和面 调馅 连包带煮 这么出钱出力 为的就是要让防疫人员 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饺子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 说吉林 有一位消防员 最近刚收获了一份温暖啊 他是在化身大白 给这个隔离区消毒嘛 这个时候 就看到里边隔离的一个小朋友了 小朋友恰巧也看着他了 两对眼睛四目相对 没有说话 但小朋友用最直接 最简单的方式表达了心情 隔着窗户跟他比心 一扇窗 隔不开视线 更隔不开温暖 不得不说 在这一场疫情的倒春寒里边啊 有人义无反顾 有人冲锋逆行 可能是一张坚定的面孔 也可能是一段温暖的话语 哪怕是简单的 一个无声的动作 都足以让人动容 风雨共担 共渡难关 相信很快啊 我们就能够自由自在的拥抱春天了 一起加油吧 哦耶 下面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啊 今天下午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重要通知 自3月21日零时起 进入沈阳桃仙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人员 需平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纸质板 电子板都可以 同时要查验大数据形成码 辽氏通健康码测温通过后方可进入 尿贫 尿不禁 夜尿多 可能是前列腺出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 50岁以上男性 前列腺增生发病率已超过50% 已成为中国男性的难言之隐 前列腺吸收辽宁都市频道 共同发起守护前线行动 邀您一起关爱男性 关注前列腺健康 滴滴答答尿不尽 快用前列腺 前列腺 一个月 一两条 早起时的一声问候 早上好 早上好 出门时的一句钉银 慢点啊 好好吃饭 好好吃 行程中的一路陪伴 是你推开家门时熟悉的味道 真香啊 是你和家围坐时感受的温暖 是你面对困难时 真诚地相守 这块钉 哪里需要就哪里拔 相识相知 我们心手相连 相爱相亲 我们心心相依 关注 我在你身边最真实的呈现 倾听 我在你耳边最真情的告白 手护大瓶 回家经常看看 手握小瓶 贴身 随时瞧瞧 好事连连 一路平安 心向市场 乘风破浪 快乐 我们和你分享 烦恼 我们与你共担 2022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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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都市频道 生活向上 美好同行 昨天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1656例 其中吉林1191例 福建158例 山东51例 广东51例 辽宁39例 甘肃29例 天津21例 河北21例 浙江19例 黑龙江18例 上海17例 陕西15例 江西6例 湖南6例 云南4例 安徽3例 重庆3例 河南2例 北京1例 江苏1例 这里边含了76例 由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另外昨天 我国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2177例 来关注吉林长春市 今天12点起 将包括南关区 明珠街道 卫星商城等92个地区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18号 吉林报告两例死亡病例 其直接死亡原因已经查明 其中一位是高龄 另外一位年纪也超过了60岁 二人都合并严重的基础疾病 其中一位没有接种过新冠肺炎疫苗 两个人新冠肺炎的病情本身不重 属于清醒 直接的死亡原因是因其患有基础疾病 在昨天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分别解答了现阶段国内疫情防控的重点和难点 防治工作的这个难点呢 在于如何及时全部的把这些感染的人都能够发现出来 你发现了这些感染者就为我们区断传播呀 这个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一个是即使一定要赶在病毒传播出处以前 把它记住 第二个呢是全部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整个传播链上 所有可能感染的人都要把它发现出来 这样呢避免有遗漏 遗漏的病例呀 都有可能是新的传播链的源头 那为了做到即使全部 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技术来帮助我们这个发现这个感染者 那么一个呢就是大数据的应用 就是我们在结合流行病学调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用大数据来协助我们呢 把整个传播链梳理清楚 最大可能的把传播链上的所有可能的感染人都能够发现出来 那么第二个技术呢就是呢这个核酸检测 所谓的全员核酸检测 那么核酸检测的话呢 它非常重要的呢 一个呢是即使 第二个呢也是全面 我们在确定的局部范围内 开短这个全员检测的时候 一定呢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那么最好是一到三天完成一轮检测 一定要快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每轮检测 一定要呢完成全部的 我们确定的人群当中的这个筛查 你不能的话呢 这个筛查一部分漏一部分 如果我们能做到即使这个全员筛查 一般来说三轮四轮核酸筛查 就基本能够清除 社会面的这个感染者 那千万呢要注意呢 这个防止有这个遗漏 那么你如果每一轮都有一些遗漏的话 你可能会出现的话呢 这个做了七八轮或者八到四轮 还会有社会层面的这个感染者的发生 所以这个即使这个快速 全面非常重要 那么前几天这个卫健委下发的 这个诊疗指南特别提到了 对于清醒无症状的话呢 在一些集中隔离的地方的管理 那么在这些这个管理的场所呢 也要配置一定的医务人员 对发现的这个无症状或者轻症 有症状加重的病例 要及时的呢转到定点医院去 接受治疗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工作都做好 那么对于这个防控工作 及时控制疫情呢 是很有帮助的 本轮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的 沈阳市新冠肺炎疫情 已经波及多个县区 放眼全国 近期我国本土疫情发展快速 多省份面临同时段 多地势发生以奥密克戎病毒的 毒株为主的疫情防控局面 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3月1号到18号 我们国家累计报告 新冠肺炎感染者超过2.9万例 波及28个省份 其中吉林省一个省份 累计报告超过1万例 另有4个省份 累计报告超过1000例 还有10个省份 累计报告在100至1000例之间 从病情来看 以轻型的和无症状为主 占比达到了95%以上 也有个别由于高龄基础疾病 或者没有接种疫苗 疫情比较重 重症包括重型和微重型的占比 不到0.1% 之前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就提到过 我国启动了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新冠疫苗的研发 这项工作的最新进展怎么样了 咱们一起听一听 国家卫健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郑中伟的解答 现在奥密克戎变异株 已经成为了全球的主流型株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传播速度快 引力性强 但是结合国内外 近期以来的研究表明 虽然我们看到了 奥密克戎变异株 对接种疫苗者突破感染的风险 是增加的 但是现在的研究表明 奥密克戎变异株 并没有完全逃逸 现有疫苗 那么怎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完成了 疫苗的全程接种 那么仍然可以有效降低 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住院 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如果我们开展了加强针的接种 还能够有效地降低 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 突破感染的风险 因此现有的疫苗接种 以及加强针的接种 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仍然是有效的 事实上 从奥密克戎变异株 一开始出现 我们国家的疫苗研发队伍 就已经行动起来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进展比较快地 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单价以及多价的疫苗研发 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进展比较快地 已经完成了 临床前的研究 正在向国家药件部门 滚动提交 有关临床实验的申报材料 你比如我们的灭活疫苗 我们已经开展了 单价以及Delta 加奥密克戎两价 还有原新株加Delta 加奥密克戎 三价疫苗的研发工作 已经基本完成了 临床前研究 并且已经进行了 生产验证 我们的重组蛋白疫苗 也有开展Alpha 加Beta 加Delta 加奥密克戎 四价疫苗的研发 正在申请境外的 临床实验 我们的载体疫苗 也已经进行了 疫苗株的优化 自备 正在开展 临床前的研究 我们的MRNA的 奥密克戎变异株疫苗 也正在积极推进 临床前的一些研究工作 此外 我们前期的一些 疫苗 目前在境外推进 三期临床 蓄冠研究的过程当中 也得到了 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 一些保护率数据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我国部署了 灭活疫苗 重组蛋白疫苗 腺病毒载体疫苗 核酸疫苗 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五条技术路线 同步推进 目前已经实现 所有技术路线 临床试验的全覆盖 我国已经有 29款疫苗 进入临床试验 占到全球的19% 有16款 已经在境外 开展三期临床试验 占到全球的27% 已经有7款 获得了负条件上市 或者紧急使用的批准 占到全球的21% 有两款 已经纳入世界卫生组织 紧急使用清单 占到全球的20% 大家特别关心的 腺病毒载体吸入性疫苗 还有 减毒流感病毒载体鼻喷疫苗 目前正在国外 开展三期临床试验 春寒时节 喝碗正宗滋补骨汤羊杂 暖胃又驱寒 四代传承 清真大品牌 甄选寒冷地区 小尾寒羊为原料 加上心肺肠骨 肉质细腻 胶原含量高 口感筋道 鲜而不煽 肥而不腻 纯正大骨汤 加党生枸杞熬制 不含汤的实惠羊杂 每袋220克 四代仅需59块9 买8袋再加送1袋 关注新闻正前方 微信公众号 找到都市会 请享好市会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祖方源自补肺汤 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喘咳 气短 根咳 痰黏 你需要注意补肺 中药补肺丸 专制咳痰 尿贫 尿不禁 叶尿多 可能是前列腺处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 50岁以上男性 前列腺增生发病率 已超过50% 已成为中国男性的男言之隐 前列康 吸收辽宁都市频道 共同发起守护前线行动 邀您一起关爱男性 关注前列腺警康 滴滴答答尿不尽 快用前列康 前列康 一个月 一辆强 我呀 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 铁锡生铁锡长 以前我家门口 就是沈仲集团 新中国第一炉钢水 就是从这儿炼出来的 老牛了 现在这儿已经变成了 文化创意园 可以闲品咖啡 尽赏艺术 铁锡再往西 就是如今的新铁锡 老沈仲 华丽转身 变成现在的北方重工 我身后的中德装备员 更是享誉全国 国产的宝马轿车 就是从这里走向全国的 这样的中西河壁 用咱们东北话说 俩好嘎一好 老好了 我在沈阳开了自己的 第一家家具店 我准备进行在沈阳投资 我准备在沈阳多开几家分店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我们携手向上向前 今儿天是真不错 太阳挺好的 温度也是属于刚刚好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你再一看日历 你这一眨眼都春分了 多快你说说 这就是昼夜等长 过了今天 白天越来越长 夜晚越来越短 短到最短就是夏至 一年一年就这么的交叠更替 但今年的一个春天 显然就不怎么平静 疫情来了一个倒春寒 大伙的工作 生活 多多少少的都受到影响 这两天沈阳公交停运 不少商场也都关门 我们身边的伙伴有集中隔离的 有居家隔离的 还有伙伴现在还在外头排队 等着做核酸呢 是吧 我就好几会问一下 你们做核酸都是怎么去的 那伙伴说 那还能咋去 做核酸一般都在家 加班了 然后走去就行了 是走去的 那有没有什么仪式感 你看人家上海这个小区 那做核酸 做出了开运动会的架势 当时这个园区里 放着运动员进行曲 每组一个举牌的 后边跟着相应楼号的居民 踏着节奏 走向核酸检测人员 运动员进行曲 是这么长是不是 那个曲我点忘了 节奏跟不上 脑补一下吧大家 那现在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 82号楼代表队 他们雄资勃发 步伐整齐坚定 表达了他们顽强拼搏 争取胜利的决心 他们走向了一号检测台 紧随其后的是73号楼代表队 这组队员不一般 一米一个站得宽 距离远但人不乱 直奔二号做核酸 是不是有点开运动会那味了 是不是 你瞅瞅人家这个仪式感 所以说核酸检测 谁都得做 这么一整 大伙的心情就轻松多了 如果我要在小区的话 我去做核酸检测 我一定穿一双运动鞋去 是吧 而且还积极配合 这个主意是社区书记想出来的 他们这是封控小区 一共3000多居民 社区做了34块牌子 有社区的工作人员 还有志愿者轮流在那举牌 轮到哪个楼做核酸了 他们在楼下就等着 举上牌带着居民就过去 这么一整 一个是让大家伙看着更清楚一点 你就跟着牌走就行了 因为小区里有好几个 做核酸的医务人员 你自己排队容易乱 然后时间还长 你知道多好 带你到哪 哪一个牌 你就到哪排着 你就到哪排去做 很方便 再一个就是调动大伙的积极性 这个运动员进行举 这个小音乐这么一放 配上这个春光明媚的天气 虽然是风控小区 也不能天天闷在屋里 你就当出门去见见风 溜达溜达了 心情是不是也能好不少 是吧 虽然咱们的生活 一键切换到了疫情的状态 但是咱得调整好心态 不埋怨 不抱怨 随即应变嘛 事情已然是这样的 乐观的对待呗 就我刚才说 那个举牌入场 做核酸的小区 风控已经七天了 这七天里边 有七十一岁的爷爷 带着孙子 坚持做志愿者的 爷俩每天举着大喇叭 喊居民下楼做核酸 有社区负责后勤保障的伙伴 一天下来这个微信运动 咔一看 三万三千多步 就社区里来回跑 还有四名风控小区 当天在里边送快递 没来得及撤离的快递小哥 也被封小区里头了 咋办呢 干脆 这四个小哥 就当起了志愿者 小区内继续负责 快递分解和投递的工作 很快这个风控时间已经过半 胜利就在眼前 大伙上下一心全力抗议 相信小区很快就能解放 生产生活也很快就能够回来了 咱们这边一样 有被封控管控这样的小区 大伙也不用积个脑袋 平和心态 配合工作 你积脑里也在家一天 对吧 你就说平静的或者是开心的 乐观的也是一天 那何不乐观一点呢 大伙说是不 还是回到最开头 春分了 春回大地 天间地头一片繁荣的景象 我们的城市虽然正在经历新一轮疫情 但是春风肯定能够带来一些好消息 春有约 花不悟 年年岁岁不相付 伙伴们一起努力 这轮疫情过去 春天花会开 咱们指定又是自由自在 来为伙伴们咱也说一说 这两天你都做核酸没 感觉咋样 春分了 今天立即淡没 你吃点啥 微信平台上咱们一起烙一烙呗 在平台上等大家 好 我们来说一说天气 春分了 天也是一天天就是长 下周咱们能告别北风和寒冷 随着节气一起迎接春天的温暖吗 诗涵给咱们介绍介绍来 欢迎来到都市气象站 我是诗涵 今天随着春分节气的到来 停留在辽宁的冷空气也离开了 今天白天阳光明媚 温度回升 室外体感是比较舒适的 此刻的沈阳还延续了一个晴朗舒适的天气状态 时时的温度有零上六度 北风比较微弱 不过空气湿度较低 稍微有一点干冷 冷暖空气的碰撞会给省内部分城市带来雨雪的天气 像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 沈阳 府顺 铁岭 3D会出现震雪 好在降雪量不大 不会对伙伴们的出行带来太大影响 这三个城市的伙伴 外出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了 明天的温度也会继续走在升温的道路上 像早晨的时候大林是最暖的 最低温度在零上一度 其他城市在零下的五度左右 到了白天 大部分城市的温度Job今天还会再升一到六度 全省的最高温度都会来到五度级以上了 像最暖的锦州和葫芦岛是可以达到十到十一度的 风力方面 大部分城市在明天会转为北风了 最大风力是在三到五级 整点来看 明天室外的体感还是比较的舒适的 那好了 最后来看一下各地详细的天气情况 你为了臉气又臉疼 我咋办 康复面摊 面积性丸 三差神经痛 国家转力 坨坨的 02431517588 装修详省西省前省市 找北宣装市 电话183-4242-7637 可不停 谈不断 喘不顺 快找雁都医院 27676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订阅 自沈阳市出现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沈阳警方严厉打击涉疫违法犯罪 目前已经有三人立案查处 案件一 2022年3月9号 沈阳市大东区某酒店的保洁员赵某某 女51岁 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在疫情防控工作人员流调过程中 该人故意隐瞒其于2022年3月5号 18时到3月6号7时的形成轨迹 造成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风险 致使多人被集中隔离 2022年3月13号 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 以赵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对其依法立案侦查 案件二 2022年3月11号8时 藏某女36岁 从省外高风险地区乘车抵审 在一个饭店用餐后离审 于2022年3月16号被确诊为 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藏某在来审途中更换手机卡 故意隐瞒旅居士 造成新冠肺炎疫情在审传播 现藏某已经被当地公安机关 以涉嫌防害传染病防治罪 依法立案侦查 案件三 2022年3月17号18时 沈阳市公安局铁锡分局 接到110报警称 位于沈阳市铁锡区北溢东路的 某棋牌社擅自营业 经查 该棋牌社经营者王某某 男42岁 违反沈阳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发布的 疫情期间暂时停业规定 违规营业 造成人员聚集 2022年3月18日 违法行为人王某某 因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 决定命令 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处罚 目前 沈阳市疫情防控工作 正处在关键时刻 还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 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 主动配合 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的措施 对妨害疫情防控工作的 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另外各位伙伴 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大家可以关注咱们 新闻正前方的抖音号快手号 认准栏威的标志 那就是新闻正前方 官方抖音号快手号 还没有关注的伙伴 我们抓紧时间关注 我就是特别想来穿上这身 大白为省城人民做一点点的服务吧 抗疫前线有群大白 忙碌身影十分可爱 尽心尽力 值得信赖 走进他们 稍后安排 那次真的很凶险 他只是转一下头 突然眼前一黑 整个人就像被电晕了 幸亏及时 要不然 这个家就垮了 我希望 老公的颈椎病快点好起来 颈椎不疼 脖子轻松 还能冲起这个家 快轻松排 颈康胶囊 专门治疗颈椎病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 用对药快用快轻松 你的颈椎还好吗 颈椎不好肩背痛 颈椎不好手发麻 颈椎不好头发晕 颈椎病反反复复 快用快轻松 快轻松排颈康胶囊 创新双重疗法 五肾活血 专门治疗颈椎病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认证快轻松 快轻松 真的快轻松 颈椎麻烦 颈椎给我轻松 颈椎病水 颈椎阵 颈椎病秋 颈椎ätzlich 颈椎病 颈椎 snowball 颈椎层 Hollow 颈椎病 颈椎根椎老颈椎 颈椎 Juduch 紫棋象棧 指手自技 一枝冷暖 疫情当前 所有分战在抗疫一线的伙伴 为了跟时间赛跑都顾不上吃饭 没时间休息 恨不得24小时在那连轴转 这不18号那一天 浙江杭州的高英伙伴 在工作里边这一幕 让大伙隔着屏幕都替他疼 更加心疼的不行 18号那天 浙江杭州这段电梯里的视频 看得大家伙都不忍继续看下去 太揪心了 当时当地因为对抗疫情突袭 连续工作了两周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高英伙伴 坐电梯准备下楼开会 可电梯门刚关上 高英伙伴突然失去重心 往前依靠 随后整个人朝着前方倒了下去 他扶着栏杆挣扎地站起来之后 再次跌倒 就这样连续跌撞了三次 但手上那本做日常分配工作的 黑色笔记本 却始终紧紧抓在手里 因为失去意识 他的额头两次撞向电梯 刚置地扶手上 直到最后一次 没能爬起来 好在被随后上电梯的同事发现 紧急送往了医院 现在经过医院治疗 加上休息 高英伙伴的身体已经恢复 向防疫第一线的所有人致敬 真的太辛苦了 同样让大家伙心疼不已的 还有吉林长春的这个大白 这两天 这个志愿者伙伴 在不断运送物资的过程中 累得在雪地里大哭 休息了一会儿 就开始继续坚持配送物资 没有人天生就是英雄 只是因为有人需要 为了保障居民伙伴们 正常的生活不受影响 他们都在努力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请给大白们更多的理解 配合 支持和关爱 抗击疫情 我们定胜 不过说到理解和支持 我们东北伙伴永远不差事 同样在吉林 小区里的饮伙伴 已经连续11天 每天晚上9点 就会把两罐热好的八宝粥 或者热水袋 送给小区执勤的大白暖手 要知道这些天 吉林的晚上 最低气温达到零下15摄氏度 大白们还要通宵执勤 尤其是防疫伙伴里还有不少女孩子 一边对抗寒冷的天气 一边努力进行工作 看得小区的居民伙伴们是真心疼 希望能为大白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大白们通宵执勤 住好房线 护一方周全 居民伙伴们想尽办法 给大白们温暖 互相支撑 从来不是说手而已 一起加油 好 都市会啊 今天给伙伴们带来了 春寒时节必备佳品 哈拉底谷汤全洋杂 暖中驱寒温补气血 再加那三五分钟 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 正宗全洋杂 增强体质 防寒保暖还解馋 正所谓春寒时节 动人不动水 寒气仍然刺骨 尤其对于咱们过一阵 供暖就要停了的北方伙伴们 这保暖还是十分重要的 这个时候没有什么 比来晚洋杂更能 驱散寒意和酷意的了 但是谁都有一个懒散的时候 就想吃洋杂 就不想出门 那怎么办呢 都是会今天带来的 哈拉底谷汤洋杂 不仅美味 对身体健康呢 还有很多的好处 全洋杂味干而不腻 性温而不燥 暖中缺寒 温补气血 开胃健脾 趁热喝上一碗 香而不腻 不腥又不删 我现在呢 是来到了工厂的车间里面 我看咱们正在紧张的 制作过程当中 对 这是纯正的大骨熬制的骨汤 然后去下洋杂 小骨熬制九小时 所以能造成这种奶白色 洋杂有源 汤更有源 这是咱们那个洋杂包装的过程 而且里边一点汤没有 是干羊杂的 非常的干爽 非常的利索 对 选用的是七到八个月的 小会含羊 咱们这个原杂料是全羊杂 这是羊肠 羊肝 羊肚 和羊头肉 这个羊头肉真的好诱人 现在四面一般 他们那个羊杂的话 不是全羊杂 里边没有羊头肉和羊肚 你看咱们这羊杂里边 是有羊头肉和羊肚 你看这个舌头都是 清晰可见的这种 对对对 另外这是羊肺 这是羊心 咱们这里边还有香叶和枸杞 就是滋补用的 对滋补用的 咱们这个时候这个销量怎么样 咱们这个时候销量是供不应求的 因为这个时候属于稻村寒 天气看似很暖和 其实寒气还没有走 这个时候吃羊杂 对人身体是最好的时候 温补嘛 所以我咱们羊杂 现在这个地界卖的最好 屋里头比较阴冷 比较愿意喝这个羊杂汤 挺短和 而且味道挺好的 整点羊杂汤 再回家煮一些 喝完就浑身就得气暖和一点 老爷孩都喜欢喝 现在我们都存一些 备一些 哈拉底谷汤羊杂 传承了四代的清真大品牌 加工过程的您也看到了 卫生又专业 羊杂给您食堕的利利索索的 让您吃的美味又健康 放点水 孤独个几分钟 足不出户 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 享受到百年清真老店的传统味道 吃一点热乎的羊杂汤 填饱了肚子的同时 对寒冷的天气也是一种抵抗 让您的胃和身体都暖和起来 而且咱们都市会定制的 除了心肺肠 还要比这些成本高三倍的 羊头肉和羊肚 懂行的人管这叫做全羊杂 口感更加的丰富 味道也更加的香醇 满满的精华全都浓缩到羊杂里 老汤中那种浑厚的味道和营养 全被羊杂给吸收了 咱们这个全羊杂可以清汤煮 或者是放点粉丝 加个面条 暖暖的一碗下肚 大大的满足 价格更是特别的实惠 每袋220克 四袋只要59块9 买八袋再加送一袋同款的羊杂 这是绝对的超值呀 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 痛痛快快的出于深汗 让我们一起强身健体 开心生活 咨询电话4009002125 都市会定制的清蒸古汤全羊杂 汤汁奶白不煽 羊杂鲜嫩不柴 羊杂和调料都市会一招全都给你配齐了 跟做方便面似的那么简单 只需要加点水 加热一下 就能做出百年老店的味道 营养又美味 特别适合囤积组的家里边 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关注新闻正前方微信公众号 在底层你找到都市会 点进去就可以抢购了 伙伴们一定得认准 一进来这个界面 上面有都市频道主持人照片的 这个才是咱们聊台都市频道的都市会 大伙买到手这个产品外包装 跟都市会商城图片上 展示都是一样的 咨询电话4009002125 关注新闻正前方微信公众号 找到都市会 请享好市会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祖方源自补肺汤 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喘咳 气短 干咳 痰黏 你需要注意补肺 中药补肺丸 专制咳痰 尿贫 尿不进 叶尿多 可能是前列腺出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 50岁以上男性 前列腺增生发病率 已超过50% 已成为中国男性的 男言之隐 前列康 吸收辽宁都市频道 共同发起 守护前线行动 邀您一起关爱男性 关注前列腺健康 滴滴答答尿不进 快用前列康 前列康 一个月 大燃食业集团 立足民生 食业为本 智慧泊车 便民生鲜 宠物医疗 科技大数据 共建审程 大燃同行 妈妈去过很多地方 可是她说 还是辽宁好 不光是好玩的地方多 好吃的更不少 我的口水 走在这红墙里 空气中 都透露着历史的味道 街上的车水马龙 晚上的灯火水菜 时刻提醒你 一天三顿 小烧烤的魅力 可别小瞧了烧烤 在井中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妈妈说 辽宁新鲜好玩的事很多 我想赶紧长大 去发现 去体验 每一位来辽宁的人 其实在和我们一起发现 好嘞 我们看一下 伙伴们在后台 给我发的这个信息 这个是年复一年 这伙伴 说我今天下午 做的核酸 回家发现 家里做的面条里边 全是鸡蛋 我妈说 春分了 多吃点鸡蛋 意思意思 你问没问 为什么做了 这老多鸡蛋 因为春分 要立鸡蛋 我估计你妈 可能失败很多回 是不是 意思一下 吃一个就行了 还吃老多干啥 不行你往里问问她 是吧 好了 我接着说新闻 要说大白这个词 虽然咱们一直都这么叫 但是可能有一些老伙伴 叔叔阿姨还不知道 大白原本是一部 动画片里一个 医疗机器儿的名 它善良 温暖 能够治愈疾病和伤痛 随着疫情来袭 因为医护人员身穿防护服 那个样子 跟大白的形象很像 相似 而且医护人员 不顾个人安危 勇于逆行冲在抗疫一线 更是让所有人为这一份 默默守护的温暖 而感动和钦佩 所以跟大伙开始把身穿 防护服的医务人员 就亲切地称为叫大白 是这么来的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 尤其是在全民核酸检测 这个点位上 身穿防护服的大白 已经不仅仅是医务人员 更多人化身成大白 在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今天我们的记者伙伴 就走进了沈阳市铁锡区 熏旺建北教育集团 云峰分校核酸检测点 带伙伴们一起走进这里的大白们 在我们这个 熏旺小学云峰 云峰校区这个检测点位 穿防护服的大白 有负责核酸信息录入的老师 还有做核酸检测的医务人员 在外围呢 有公安民警维持秩序 还有市检察院 协助我们社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 他说各位大白虽说所属的单位不同 可都为了防控疫情聚到了一起 因为在室内的话 在一个相对密密的环境 跟居民接触比较近 然后在外围的话呢 每个来到我们这个检测点位的人员 我们在门口的公安 都需要查验这个二维码 因为他们跟居民接触比较近 所以他们需要穿上这个白色的防护服 他说是否化身为大白 主要是根据岗位的风险程度决定的 他们这个检测点位 覆盖的居民区较多 场地也很大 所以这儿的大白也很多 大白的主要组成人员 分别是学校的就职员工 还有医护人员 很多老师是第一次穿上防护服 没穿过 这是第一次 好意思是吧 对 穿上以后什么样的感觉 感觉很骄傲 第一个感觉是很骄傲 因为本身今天不是我的班 但是我就是特别想来穿上这身大白 为省城人民做一点点的服务吧 去年时候穿过 咱们穿这个化身大白 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挺难受的 不得劲儿 不得劲儿 能坚持住吗 能坚持 必须能坚持 看着我们的大白老师们 不能喝水 不能上卫生间 真的很心疼他们 由于现在交通工具都停了 我们老师有的时候都是步行 或者骑着自行车 准时地进行上岗 就是学校会统线上教学 和服务人员对岗位的安排 确保整个的核酸检测 安全有序地顺利完成 郑校长说 老师们走下讲台化身大白 踊跃投身到疫情防控中来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 都让她又心疼又感动 其实我的身体素质不是很好 可能穿上大白大家看不出来 我才86 七斤 然后我现在是一个 一岁多孩子的妈妈 还在哺乳期 但是就是可能一段时间 六七个小时 我可能得吸一次奶 否则的话就是生理上 也是不舒服的 但是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 我觉得我都应该 作为一个老师也好 作为一个妈妈也好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好 我都应该存在第一线 也会保护了家园 也是保护了我自己的孩子 医护人员作为大白的常驻嘉宾 每次化身大白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身躯 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这种事呢 医生肯定是责无方赖 这很正常 也是工作一部分的现在 这个现在这防服呢 已经就是被大家 就都称之为叫大白 像我们今天穿这个 就叫称大白 穿上这个隔离服呢 那我们就是 所谓这个健康 抵抗疫情的第一线 这个状态心理状态就不一样 这种使命感就自然产生 感觉特别神圣 感觉穿上大白 就是在战争 战斗 然后希望我们那个水阳 都坚持住 春暖一定会迎来花台的 我们的城市在有序运转 我们的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在这背后离不开 无数人的积极响应 快速行动 从天色未亮的清晨 到寒冷的深夜 广大党员干部 医务人员 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 等等等等 众多群体冲锋在前 无私奉献 与广大市民伙伴 一同守土尽责 守护家园 每一个全力以赴的你 都在为沈阳 这一座英雄的城市 汇聚温暖 凝聚力量 草长应非 暗乡浮动 四季的美好 轮到春分 就是刚刚好 让我们共同期待花开 最后还得提醒伙伴们 上抖音快手 关注咱们新闻正前方 在这俩APP上搜索 新闻正前方五个字 关注上就搞定了 认准栏尾标志 好 看看时间 今天咱们先说到这呗 明天晚上四点五十 刚刚跟伙伴们接着闹 伙伴们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